大学的学生宿舍惊传水质受到污染 这是在东武的和乐宿舍 4月底有学生发现 自来水漂浮着这样子的红线虫 甚至有部分学生出现了上吐下泄的症状 怀疑是跟水质被污染有关 那么有家长反应校方处理慢半拍 学校则出面解释 上个月30号发现了红线虫之后 就立刻停止供水并且送检 怀疑是地下室的蓄水池有裂缝造成 目前决定废除旧的蓄水池 搭建新的水塔来因应 先恢复供应盖洗用水 至于饮用水会等水质的检验报告 没有问题才会重新提供 东武大学的和乐宿舍忙着装设新水塔 因为旧有的蓄水池 水质疑似受到污染 看看宝特瓶中 漂浮着一条红色细长的虫子 活生生的在蠕动 学生在网络上po文 说这是上个月30号 同学刷牙时发现的相当恶心 甚至近期还有部分学生 出现发烧 呕吐腹泻等症状 有家长就抱怨校方没积极处理 毕竟可不可以不安全 对啊 而且蛮多人上吐下泻的 就是被通知停水这样 就是洗澡洗衣服之类的 就是都很麻烦 30号那一天我们发现 净水的量好像变大 就是水有变浑浊 看的时候就发现说有那个红线虫 学校赶紧出面解释 宿舍是跟台北大学乘租 4月22号到现在 有20多名学生通报感冒或是肠胃炎 到了4月29号 学校检查发现地下室蓄水池出现裂缝 30号就将水送减 当下发现确实有红线虫 当天晚上宿舍立刻停水 5月1号进行维修 暂时提供纸箱矿泉水让学生饮用 至于灌洗就得到邻近宿舍 目前先装设临时水塔供水 之后会废除旧有的蓄水池 改在一楼搭建两个新水塔 营用水这个部分 一定要等到最后的验军报告出来 我们才会开放 校方强调指导水值检验报告没问题 才会恢复营用水的提供 学生和家长只希望 可能危害健康的红线虫别再出现 接下来林林干日地台报道 疫情到最后